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五天 我是唐贤 马上现在带您看到今天有哪些国际新闻重点 关切台湾友是日本防卫省将设综合指挥官增加机动性 中共打压中国地产大亨财富缩水650亿美元 戴琪表示单靠削减对中关税不能解决美国通膨 俄军黑海舰队从乌克兰沿岸撤离 民用航道燃遭封锁 新闻开始先来关心 尽管中共升高台海局势在国际打压台湾 不过中华民国外交部今天公布 法国参议院外交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葛利欧 明天江帅四位跨党派国会议员 以外交泡泡的方式访台将停留到13号 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今天表示 这是继去年10月参议院访团 12月国民议会访团之后 短短一年内法国国会第三度组团访台 彰显台法友好轻衣 台湾政府表达诚挚欢迎 台欧友好关系持续升温 总统蔡英文今天接见斯洛伐克访团 蔡英文期待台湾与私国共同打造 具有韧性的民主阵线 斯洛伐克副议长劳伦契克则表示 会矗力站在台湾的后方 不应外界的阻挠而妥协 做好随时抵抗威胁的准备 热情打招呼 总统蔡英文接见斯洛伐克国会副议长率领的访问团 双方就两国经济 科技等领域交换意见 而他们的到来 正是支持台湾的最佳证明 蔡英文感谢斯洛伐克国会 外交、卫生、欧洲事务三个委员会 连续通过支持台湾加入WHA 并举台词共同援助乌克兰难民为例 期待未来能在全球关注的议题上 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我相信未来台湾和斯洛伐克能够跟理念相信的国家 一起加强合作 打造具有韧性的民主阵线 为台湾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 省长德洛巴还当场邀约蔡英文访问四国首都布拉提斯拉瓦 承诺将永远备好红色地毯 周五访问团将拜会高雄市长陈其迈 到时布拉提斯拉瓦省省长将与陈其迈签署伙伴締结协定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玉唐靖永如台湾台北报道 共军在台湾周边增加军事活动 传出日本政府研议派防卫省现役官员驻台 中华民国国防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对于增进区域和平的军事交流都乐观其成 但不评论日本政府的人事作业 基本上国防部对于能够增进区域和平稳定的各项军事交流活动 我们都乐观其成 那么有关媒体提问的这个问题 是受到日本政府的内部的人事作业 国防部不欲评论 另外日媒报道 日本防卫省计划成立统合司令官 考量到中共增加海洋行动 忧心台湾有事 同时因应太空网络电磁波等安全保障领域 有意要成立专门职位 而日本执政党在政务调查会议通过 2022经济财政管理与改革基本方针 有关外交安全保障的部分 罕见家住美日峰会声明中的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 再来看到焦点话题 美国其中选临近为了解决高通膨 一直有消息说拜登政府考虑取消对华关税 美国商务部长的最新表态 似乎预示白宫的态度已经明确 6月6日美国油价再创新高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 当天普通汽油价格是每加轮4.865美元 美国10个州的油价已经超过每加轮5美元 加州一些地方接近一加轮10美元 拜登政府一直在考虑通过取消部分对华关税 来缓解当前高物价高通膨的难堪局面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5日对CNN表示 拜登政府正严理取消部分川普政府时期 对中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 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说法 白宫准备针对太阳能进口产品 暂停征收新关税为期两年 为扭转中共当局违规操作 导致的美中之间长期不公平贸易局面 川普政府在2018年1月宣布了 对进口太阳能产品加征30%的关税为期4年 拜登政府在今年2月才将此关税又延长了4年 现在不到4个月就要取消该政策 通过降低中国关税或者撤除中国的产品的关税 是可以去处理 即便他只能处理预估大概降低 通过降降率大概最多2% 2到3% 美国共和党人普遍认为拜登政府乱花钱和限制本国传统能源发展的错误政策 导致了当下的通膨危机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澜综合报道 6号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出席活动时再次谈到美中贸易关系 他表示美国必须更深思熟虑谨慎的全面管理美中关系 除此之外戴琪也表示不能单靠取消对中关税来处理通膨问题 6号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出席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活动谈到美中贸易关系 在论坛上戴琪也再次被问到美国通膨与对中关税之间的关系 对此戴琪表示对抗通膨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 无法单单通过取消对中关税来解决 戴琪也被问到美国与台湾的21世纪贸易创意 台美政府共同发起台美21世纪贸易创意 行政院政委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正中 今天接受广播节目的专访强调 创意是未来台美两国要签贸易协定的重要阶段 最后的目标就是签FTA自由贸易协定 那现在就是对方同意了 所以才会变成倡议 两家要提亲了啦 那就是跟年轻人讲说 好那你们你们可以去安排你们的订婚啦 FTA就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美满的家庭 但是这个过程要去 所以要有一个倡议的这个阶段 才能够具体的往前冲去 这个是不是跟萊猪问题解决 萊猪问题解决有很大的关系 我相信是很有关系 OK 好 就是去年的公投 四个不同意当中的萊猪 不同意过了才有现在的倡议 否则的话 美方会怀疑台湾 你不值得我跟你谈 台湾疫情进入高原期 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表示 趋势有下降的情形 民众也关注防疫措施是否有望再松绑 另外苏贞昌也回应到 基本工资调涨的相关问题 现在确实是来到高原期 而且渐渐趋势有下降的情况 行政院长苏贞昌周二一早来到基隆 和基隆市长林又昌一起 视察儿童施打疫苗情形 对于未来七八月是否有望脱口罩 开放边境 苏贞昌表示 疫情的确有下降的趋势 我们会是疫情的情况 疫苗的施打力 以及各种医疗量能 适度因变的来调整各种情况 由指挥中心斟酌 打完了 不会痛 不会痛 苏贞昌对着打完疫苗的孩子 比赞打气 孩子也摇头表示不会痛 总统参议文周一发文 儿童疫苗受趋涵盖率达到了74.2% 不过涵盖率是加上儿童确诊数 也遭到外界质疑 苏贞昌回应 确诊后就有抗体 目前儿童疫苗的量也足够 而同时外界关心的不只有疫情 还有民生经济 基本工资是否可能调到3万 从他上任以来 年年都调高 基本工资实薪 我们已经连续6年调高 这跟选举选前选后无关 是看我们大家努力的成果 先前蔡英文表示 会排除万难持续调涨基本工资 苏贞昌也说会为劳工作最优先考虑 不过外界也担忧 工资调涨后中小企业是否能够负荷 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亮检 曾新敏整理报导 再来看到苹果公司 今天台北时间凌晨1点 揭幕开发者大会 正式公布旗下各款产品的 新一代作业系统 包含iOS16 iPadOS16等 由苹果CEO库克开场主持 另外苹果发表了新一代的M2晶片 今下将搭载于两款笔电中上市 晶片由200亿个电晶体组成 比M1多出25% 这是苹果自2020年11月发布自研晶片M1以来 首度的处理器晶片升级 虽然苹果没有透露M2晶片的制造业者 但日经新闻等外国媒体报道指出 M2很可能是由台积电操刀 世界首富马斯克收购推特又有新消息 他6月6号警告 如果推特不提供假账号的相关数据 就可能放弃收购 这是马斯克首次以书面方式 威胁退出收购推特交易 周一 马斯克在给公司的一封信中警告说 推特显然实质性违反了自身义务 他保留终止这项收购协议的一切权利 消息一出 当天推特早盘股价一度下跌超过5% 自称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的马斯克曾经表示 他的任务之一是从平台上移除 垃圾邮件机器人 此前他花了数周时间在推特上抱怨 但很显然这些问题并未改善 垃圾邮件和虚假账户 它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一个钱的问题 而是涉及到推特有可能有意的通过这样的手段 在人为的操纵舆论 那么这样的行为 它与中共那个中宣部 其实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了 上个月 美国软件公司的一款审计软件 发现了两个秘密 第一是美国总统拜登 在推特上的2220万粉丝当中 居然有49.3%都是假账号 第二 世界首富马斯克 他的9000多万推特粉丝中 也有近四分之一都是假账号 这些假账号是指已经无法联系 或者看不到推文 可能是垃圾账号 机器人 宣传工具 或者是长期不活跃的死尸账号 而这两个审计结果立即成为马斯克 质疑推特假账号数量的强力佐证 那马斯克的这个警告呢 可能是源自于他对这种真实言论自由的一种追求 但也有可能是源自于一种商业谈判的策略 所以对推特来说 这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 但是对马斯克来说 他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正当推特收购案漫天迷雾之时 这位天马行空的世界首富 却一转头把焦点又放在了星际飞船上 马斯克发推表示 他准备在2050年将100万人送上火星 成为现代版的诺亚方舟 新台人电视台记者瑞丽 综合报道 据台银最新日元排高线超卖出价 7号最低价来到0.2259元 持续破底 创下超过25年新低纪录 南韩三星为了抽车台积电 三星副会长李在荣 7号动身前往欧洲展开围棋两周的考察 会面对象包挂了台积电设备供应商 艾斯摩尔高层 市场预料将谈到 极紫外光曝光机采购事宜 南韩媒体报道 李在荣也将拜会荷兰客户 并与英国晶片设计大厂安谋 德国汽车晶片制造商英飞林 荷兰汽车晶片制造商恩智普半导体 以及西门子等业者交流 严调机构群制咨询指出 第二季终端市场需求衰退 品牌商降低面板备货 第三季旺季恐难强劲恢复 极邦科技也调查 电视面板6月全面跌破现金成本 7月恐将续跌 香港交易所6号发布公告 表示旗下全资公司伦敦金属交易所 今年3月一轮逼空行情导致涅价暴涨后 决定停止和撤销涅 事件正在面临法律诉讼 并遭索赔4.56亿美元 约新台币133亿元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上海网路盛传灾逢一个月 市民不再亲信中共辟谣 另外喊出家里有50台兵力 中共的国企夫人被先贪腐丑闻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冠旭首创无浪板太阳能支架 多国专利防水设计 防水防锈抗电位插腐蚀 通过风动测试 可抗17级墙台 无需浪板散热加 省钱省工减少热衰节损耗 发电效益提高 投资者更快回本 应用广泛多元 台湾可申请补助 建筑整合太阳能首选 冠旭太阳能支架 火腕优胜油风 使用进口原料制成 已开发上万种产品 油风能够确保机械 正常安全的运作 阻挟外界污染物 并防止漏油 荣获ISO品质保证 客制化一条龙服务 台湾制造专业第一 国外优胜油风 mom i'm home hey wait microbes PM2.5 TVOC now you're safe but there's still ozone what? ozone? ozone pollution is more serious than PM2.5 IPI air purifier UV plus ozone antibacterial technology filtered by activated carbon plus ozone decomposition technology all in one machine shielding you from the harm of ozone guarding your family's health IPI air purifier 下龙企业 首创智慧监控气体 供应服务APP 监控气体刚平的入库查核 验收 自动显示储存区 使用记录 库存警报简讯 远端遥控 智慧下单 自动化服务管理系统 经典盘点时间 节省人力 智慧监控APP 气体供应的解决方案 恰隆企业 上海民众盼望全面解封的同时 却有传闻说 上海6月20号起将再封一个月 虽然官方辟谣传言不实 但网友表示 这次不会再清醒官方的说法了 面对强制风控 有民众提到反抗 6月4号 有网友在微信圈盛传 上海6月20号起再封一个月 没有快递 没有外卖 让赶紧囤物资 新西兰元是所谓的 美团滴滴公司内部通知 上海官方随后辟谣说 传言不实 不过 有网友表示 根据之前的辟谣 反向证实定律 国人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也有网友说 上次不相信会封的 已经肠字毁清 还有网友讽刺说 本来就没有封城 从来没有过 那是全域静态管理 与此同时 在上海 极端防疫措施还在持续 6月4号夜里 大白防疫员 闯入上海静安区的一个小区 强迫转移全体居民 遭到抵制 居民呼吁外界关注 我们遭受了未知权力的强迫 和流氓式的对待 我们是长路路 三三九弄小区 停止先锋 部门全力滥用 4号凌晨 对我们小区进行了 违法违规 私自围栏求进的操作 不露脸 不报部门性灵的人群 多次挨家挨户 暴力杂门 直至深夜 顾名缘由 威逼利用连拱带偏 预准移全小区的居民 其恐怖程度 已经影响到我们 多名老年人的身体健康 和正常的生活 上海的一栋独楼 被大白围困 要将业主带走隔离 绝望的业主提刀 在门口抵抗 并在微信群里 留下了遗言 现在门口围着人很多 还有人在敲门的 现在在我店里围着人很多 我是独撞楼 我是独撞楼 这位市民在微信群中说 兄弟姐妹们 可能我要去了 让我隔离 我不去 我也不让他们封我们 因为我是独立的一栋楼 今天我拿把菜刀 睡在店门口 6月4号传出的一段视频显示 在上海与昆山的交界处 已经装上电网 每隔一百米 就坐着一个志愿者 民众愤怒地说 防人民已经胜过防偷渡饭 6月5号 上海部分地区的居民 还必须要冒着大雨 在街上排队做核酸检测 在北京 中共对民众的监控不断升级 无处不在 6月5号 朝阳区开始安装 数值公共安全服务管理系统 可在一秒钟内 查验包括健康码在内的 八项内容 网友评论说 你要是说这不是监狱 那一定就是集中营 在广西边境城市东兴 已经封城半年 民不聊生 近日又开始新一轮封控 6月5号 民众走上街头 抗议封锁 与警察对峙 中共以防疫名义 加强对民众管控 极端措施不断升级 官兵民反 民怨沸腾 新唐人记者赵凤华 江碧亚综合报道 近日一名深圳女子扬言 用家中50辆兵力 占满车道 中国网友后来搜出 女子与一名中共党委 副书记的关系 病大酸 这又是异装 将中共贪腐老公 拉下马的狗血剧 不过路媒开始火速 为事件降温 视频中 百姨黑群女子 因为自家停车位 被一辆劳斯莱斯 违规占据了一个月 忍不住现场飙骂 情绪失控之下 命人将自家兵力车 开来堵住车位 并激动大喊 我家有50台兵力 我家有50台兵力 也嚣张做派 令网友瞠目 随即展开人肉搜索 结果发现 该女子的丈夫 是深郡国资委旗下 上市公司 正业集团的 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和监视会主席 张小忠 而张小忠本人 疑似就是视频中 被嚣张女子 命令去开兵力车的男子 眼看又是一出实力坑夫 将贪腐老公拉下马的狗血剧 六日晚间 大陆媒体却开始火速为事件降温 中心网 搜狐和新浪等门户网站 迅速为张小忠撇清关系 称兵力女车主 并非张小忠的夫人 仅仅是交往对象 而张小忠本人的婚姻状态 是离婚单身 女侍主也出面澄清 称自己当时情绪激动 关于50辆兵力的说法 只是想从兵力俱乐部调车过来 当晚兵力女车主发声的话题 登上了微博热搜 当局有意引导舆论 为事件降温 但仍有不少网民理智表示 开始慢慢洗 反正网民记忆短 开始洗了 战车位是民事纠纷 与其他人关系很小 贪腐是公权力问题 涉及到每个中国人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乔安综合报道 在关心台湾九合一选举话题 6号晚间 有意参选桃园市长的 国民党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在脸书发文宣布退出选举 今天依照罗志强 由立委吕玉林 市议员舒翠玲 黄敬平陪同 仍安原定行程 继续第二天行叫桃园 他表示 一个人的成全 好过一群人的纠结 但没有回答 是否会加入张善政的团队 一个人的成全 好过一群人的纠结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往前走 那现在此时此刻 其实最关心的就是 我怎么样去用我的力量 来为桃园祈福 所以很简单 就是成全 媒体问到有没有跟张善政联络或换阵说 罗志强表示 一如以往 任何所谓的私下沟通都不做特别说明 被问到是否入市长参选人张善政团队抬轿 他没有正面回答 重复说 专心走路 祈福桃园 台湾一架驻美F16战机船因故迫降 檀香山 幸好没有伤亡 另外有乌克兰人高举写着台湾的国旗 谢谢台湾提供防卫物资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好用耐用 你会爱用 汤伯精体厨艺捡 生食熟食 轻松料理 优雅下厨 厨房的好帮手 大师们的最爱 好用耐用 你会爱用 汤伯精体厨艺权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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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